相隔17年U18亞洲青棒賽小酬園 再次高舉金杯 这一棍让台湾赚进高级分 世界棒球排名越局第二 但棒协理事长估重量不满意 炮口对准中华职棒 我们的职棒拖累整个我们的排行 我们的基层棒球一直在进步 可是我们的职棒一直在退步 尤其是打击 我们的打击实在太差了 我一直在讲我们的防备是一流 打击是世界三流 设世界第一天标 要成棒球员跟上脚步 孤董又开枪 好巧不巧中职会长蔡奇昌就在现场 因为职业不在排名里面 因为这个WSC里面只到U23 但是排名第二 球迷喜欢笑说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第二 就我们第二名让我们觉得有愧 其实它的意义是说 国家对于各级棒球的 我们都很重视 一个排名各自表述分数高 不等于水准跟得上 过去担任国家队当家四棒的 陈金峰也缓甲 终止羊头越来越好 相对打者就会慢慢紧步 现在的现况就是我们的水准 不如真正的棒球先进国家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争议的 至于说到底是几流 还有说世界排名是多少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那个讨论的意义 并不是太大 会打到职棒的选手不会不练习的 根本都练到爆了 但是问题是练的有效率吗 练的是不是跟现在的运动科学符合 是不是三流年底十二强赛比了就知道 入选名单十月初公布 规划旅外球员返台先在斗六集训 终止球员则等冠军赛后 才能全员到齐 近新闻红尾桃增加轩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近好新闻